Hello大家好,我是雪鹿,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提到贝利亚,想必大家都不会陌生 她是光之国目前为止所诞生的最强恨奥特曼 她的一生似乎只有一个目标 那就是打败奥特之父,灭掉光之国 关于贝利亚也有一个疑问,很多小伙伴至今都想不通 那就是贝利亚曾四次入侵光之国 为什么奥特之王有三次都不管呢 难道真像传说中的那样,她跟贝利亚有亲戚关系 其实大家最容易忽略的一点,就是贝利亚的真实身份 在远古的设定中,光之国的奥特曼分为三大族群 分别是红、银、蓝三大种族 作为天生就具有首领基因的银属奥特曼 光之国存在的人数非常少 奥特之王就是其中之一 大家再想想贝利亚黑化之前的模样 也是银属的身体没错吧 所以奥王跟贝利亚是亲戚的可能性非常大 哪怕是之后贝利亚黑化对光之国动手 奥特之王对他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点大家通过剧中的三个细节便能看出来 先是贝利亚首次进攻光之国的时候 打得光之国所有奥特曼都趴在了地 直到最后关头,奥特之王才出手阻止 可他并没有将贝利亚直接杀死 而是将他封印在了宇宙监狱 由此可见,奥王并不想杀死贝利亚 而这一点在后面的剧情中表现得要更加明显 在这之后,贝利亚有多次进攻光之国 有一次甚至夺走了等一只火花塔 连奥特之星都变成了冰球 可奥王连个脸都没露 任凭贝利亚给光之国带来巨大灾难 第三个细节则发生在捷奥特曼中 贝利亚复活后大战宇宙警卑队 贝利亚把奥特曼们打得全体身受重伤 仍不及奥王出现救场 在这之后,贝利亚又使出了宇宙炸弹 就在整个宇宙即将毁之一具的时候 奥王出现了 但奥王避开了跟贝利亚的正面交锋 只有身体修补了炸毁的宇宙空间 所以从以上几个细节来看 大家觉得奥王是不是在影谊维护贝利亚呢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 小伙伴们有不同意见的话 赶快在评论区连告诉雪鹿吧 喜欢的话别忘了给雪鹿点个赞哦 想看更多的咨询关注我 请先看我们下期再见